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评语归美 正高下 贫乡 拼肩 轮至脚 熊装有肝胆 只傻人人笑 评语归美 正高下 贫乡 拼肩 轮至脚 我歌 我哭 我苍笑 熊装 没分 无人笑 至少 随我 会骗你 纵然归去 也尽好 熊装有肝胆 赤杀人人笑 评语归美 正高下 贫乡 拼肩 轮至脚 我歌 我哭 我苍笑 熊装 熊装 悲分 无人笑 至少 随我 会天地 语归美 纵然归去 也 银行 朱将军 我倒有个主意 放他走 没门 我是在想 如果让他写下悔过书 让他承认当时的所为 让他替那些 为国而死的弟兄们 羞焚立碑 那不就行了吗 太便宜他了 可是 如果你想带他出去 那川州过县 你就不怕官府追紧 万一 有万一的时候 我就先把他给万一了 我看 你还是怕给你那个五哥惹事 是不是 我 反正我也劝不了你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就赶紧走吧 小红小姐 怕是你也不能走了 为什么呀 我们既然是要走了 难道 能让你暴露了我们的刑藏 你 你昏了头了 好坏不分了你 如果我想暴露你们 那 那我干嘛帮你们呢 小红小姐 你不要介意 我只是怕 怕他们报复你 我已经说过了 我就在这儿节安住下了 谁还会报复我呢 那我们就走了 诸将军 这一带我比你熟 前面有足小山 过了山就是大路了 还是我带你们出去吧 是不是这儿啊 我也有点含糊了 老五你再想想 有没有这个地方啊 有 说是叫红坡 要不到前头看看去 再找找 驾 哎 老夏 啊 这儿有个地方叫红坡的吗 嗯 没听说过 那有没有个山坡 一到秋天就有红叶的 嗯 这野荒坡倒是有一个 就在那边 好嘞 多谢啊 驾 驾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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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的人来了 诶呀 诶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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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叔叔 五叔 你叫叫我呀 五哥 行啊 你们是真行啊 全城兵马都找你们呢 和你们跑这儿玩了呀 嗯 五哥 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什么话呀 我老五哪天没麻烦呀 我说啊 你们这是要笨哪儿啊 我跟你们一道去 对 朱将军 这就是我老跟你说的五哥 五王爷 我也知道王爷是个正人君子 王爷 现在机缘不巧 不能跟您请教 小红小姐 你五哥也来了 正好就此别过 等等 朱将军 你还没告诉我呢 你要笨哪儿啊 五王爷 我也知道王爷是来干嘛的 所以 你也不必再问我往哪儿去了 我是干嘛来的呀 我是来给你送行来了 朱将军 甭管笨哪儿 这条大路不能走 各路兵马 早已把路口把守好了 我们不怕 五哥 我早就劝过他们了 这事啊 还真不能你劝 得我劝 朱将军 你为什么说你不怕呀 有他当垫背的呢 五叔 您看这个 他 这么着 朱将军 我这儿有个更好的主意 你何必带着他回南哪 我看此地就不错 山口 一是货量 二也不难看 你给他一枪 要么来几刀 你把他杀了就完了 哎呦 王爷 您何必跟他废这个口舌呢 反正他是活不成了 大不了一起死 朱将军 反正你是要杀他 那在哪儿杀 这还用他们讲究吗 王爷 本来我是对你防备着呢 可是看你也恨这种蜀背 我跟你说吧 我要在弟兄们的坟前 拿到祭奠 朱将军 要照我说呀 在这儿杀 跟在坟前杀 这没什么两样 怎么会一样呢 你想啊 朱将军 你把他杀了 小镇子从此这就算成名了 他是被乱匪杀的 这可是太后亲口说的 你把他杀了 他以后就是永垂不朽 你的帮兄弟们呢 这就算白死了 永远落个投敌的罪名 五哥 看你平时挺糊涂的 这话我怎么说不出来呀 我糊涂 因为我脑子简单 人这一简单嘛 他想事就直来直去 朱将军 是不是我说这理啊 王爷 前面的我信你了 可是 怎么能让太后和大家 相信这事呢 说实话 朱将军 我没办法 你非让我担保 我只能用我这脑袋 跟你担保 王爷 我信你的 五哥 那咱赶紧走吧 等等 朱将军已经被朝廷 说成是乱匪了 咱们现在要走的话 不但不能成事 反而会适得其反 有我呢 有我 回头我到太后面前 把话说清楚 我人虽然不济 但是我也是人啊 住口吧 这么着 朱将军 天色也不早了 前面找个地方 咱们先住去 商议好了 明儿进城 咱们叫人去吧 先别 看他们的样子 贝勒爷一时三刻 还没事 咱们跟着他们 到了晚上再动手 我晚上有点事 二王爷 您是我们王爷的哥哥 又是我们贝勒爷的掰掰 反正这事您看着办 我反正不往前去 王爷 这 老五 老五 你是不是急糊涂了 你说什么呢 这 这 就光凭咱们 自个儿指着自己脑袋瓜子 说话 一点用都没有 有救兵 谁啊 嘘 那边可是有烟火呀 我怕烟火 我还是先回去吧 二王爷 来人哪 有 掺掺点王爷 是 王爷 走吧 走 这 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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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伍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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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您 您帮我给求求情行吗 小真子 我没一刀宰了你 就算便宜你了 还求情 不是 伍叔 她 她真不怪我 老许 伍叔 你先在这儿 等看到我的信号就立马冲过去 不是 小翠啊 你这样做太冒险了吧 冒险 不冒险怎么救贝勒爷的命啊 行 就算完了件事 看样子 咱们还得再进趟京城了 不用麻烦你们了 小混混交给我 各位 你们找错人了 应该找我 蓝舍 蓝舍 你总算来了 你跟他们说说 这前前后后的事儿它不是我做的 它跟我没关啊 贝勒爷说得没错 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我来了 你们放了贝勒爷吧 我一个人做事儿一个人当 贝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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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我们做奴才的 就得讲做奴才的道义和规则 做奴才的虽然不能替主子立功 已经够惭愧的了 更不能让主子替我受委屈 您说是不是 行 都死在一起吧 朱将军 要杀 您杀我成吗 您现在就杀 请您放了贝勒爷吧 不行 朕贝勒最大恶极 必须一死 才可谢天下 你也赢 非杀不可 非杀不可 爹 爹 您听见了吗 他不是我不救您哪 爹 懒生 是他们不想让您活呀 朱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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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上了五王爷啊 徐志兰 行 小贼 打今儿起 别让我再碰见你一回 你 烫吧 奶奶 想害我 我告诉你 我诛灭你们全家 我一个不留 怎么着 小贞子 你敢杀他们 你先把我撂着 这可是真正的壮士 打胜了佛朗西的人 是他们 我知道 不错 我是临阵逃脱了 是朱山敦他们打胜了 可那又怎么样呢 我说您不读书 你要是读书你就知道了 那史书上记载的都是大人物 谁知道那李世民前面冲锋死的是谁 谁又知道那祸聚病旁边倒下的那些病 叫什么 史书就是给大人物写的 小人物就是为大人物做牺牲 小贞子 你光想着小人物为大人物牺牲 你把大人物的事给忘了吧你 我 你想看 我今天既然没有杀掉他们 就干脆让他们杀了我 你让我到地下 去陪弟兄们 别接住 将军 这里不光是你的事 这里还有我呢 小贞子 今儿你要敢弄他们 你先把我给弄了 我亲手宰了你 你信不见 你闪开 走远点 我要不走你 他妈敢打我吗你 我 贝勒 这个万败使不得 使不得呀 谁敢动我们家老五 谁敢动 看我不刺了他 又来了个垫背的 都别动凶 别动凶啊 珠珊敦 珠珊敦 有旨意 都甭看着我了 您请宣旨 是 那什么 太后口谕 着所有人等一律押解回京 赶紧的吧 还有人流血呢 快玩 先把朱将军扶回去疗伤 好 来 蓝商 蓝商 他来干吗 贝勒爷 奴才心想 带着他来 万一奴才一个人救不了贝勒爷 老徐带着他 好做个见证 可谁知道 老徐 二多 老五啊 哪儿弄来的圣旨啊 假的 回去再说 快点 魁梧 是 北梨 北梨 您能找个地方 让我躲躲吗 躲 笑话 往哪儿躲 贝勒爷 再说了 这些事可都是您主使我的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主使你干的 这样你麻烦可就更大了 我原本打算养活你全家 可是 这下子 我可就管不了了 蓝商 拿下 别去 贝勒爷 您这是干什么呀 把你送回去啊 我好拿你戴罪立功啊 贝勒爷 这可不行啊 这可不行啊 再说这都是您指使我干的 咱们一条绳上的蚂蚱 跑不了我 他也跑不了您呢 不是吗 废话 我们贝勒爷能跟你是一条绳上的吗 跑不了你 未必跑不了我们 走走走 贝勒爷 走 贝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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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 奴才又一事不明冒死觐见 我说老五啊老五啊 我就知道 我这三天之内不准单独觐见 为者当展的话 对你来说就是放屁 你这个胆子大到天上去了 天就是太后 奴才永远大不过天气 你还知道你在天下边啊 我告诉你老五 今天说别的事成 小镇子的事 我在朝上了了 你不准再提 太后 小镇子罪大恶极不可赦免 罪大恶极 你说得也太重了 他有罪 可他的初衷是好的 难道为大清国 扬眉吐气的想法 也是错的 太后 王子犯罚与庶民同罪啊 这罪过 割老百姓身上 砍一万回的过了 前者 御露不就是您下旨 在菜市口一刀给咔嚓了吗 你这话说对了一半 那一半可就不对了 有错是要罚 可是你说的那一半 我可不能认了 那王爷就是王爷 贝勒就是贝勒 草民就是草民 公侯大臣 跟庶民不能同日而语 再说了 我也没有不罚贝勒呀 太后 可是只是严浅 这 这太不疼不痒了 这不足以服众啊 太后 老五 你说这康熙爷是不是个民君哪 当然是 可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呀 我这法子啊 就是跟他老人家学的 太后 一床尽被遮盖了 你就慢慢学吧 太后 哎 王爷 王爷 您今天这冒死禁剑 已经惹怒了太后 我劝您哪 就别在火上浇油了啊 王爷 难道太后的话 还不明白吗 什么叫一床尽被遮盖了 遮什么干什么呀 哎呦 遮丑遮丑啊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叫家丑不可外扬吗 啊 啊 多谢了 一路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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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朱将军 该杀的也杀了 该抄的也抄了 那阵贝勒只是严浅 怎么没见沙头抄家呀 说的是啊 要我看呢 他们那帮人 连着徐震安一块都该死 甭管怎么说呀 大清国还是得要这场胜利啊 就这样吧 朱将军 现在弟兄们总算有了点腐血 朕为了也没能从奏销上赚着什么钱 认了吧 就这样吧 王爷 我替将士们谢谢您 您总算讨了个公道 什么公道不公道啊 顶多也就是一半公道 一半不公道 五哥 那另一半不公道哪去了 可能给五辈我抵下了呗 也就是 我说阿玛 不就多花点您银子吗 可我还给您光宗耀祖呢 是 这事虽然没办成 可也不能光剩下埋怨不是 你 混蛋 阿玛 王爷 全怪奴才啊 是奴才没有看好贝勒爷 是奴才没有拦住贝勒爷 奴才辜负了王爷的托付 行行行 别替你这个傻书子扛着了 小镇子 你个小兔崽子 你这是在刀口上填血 摘点你的小命就没了 阿玛 可是我 闭嘴 我在国外一听见这信 我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您不就是为了这 王爷不就是 放心不下贝勒爷吗 我放心不下 我是怕我再也看不见你了 可是我一回来 我看你活得好好的 我这气景又往上撞 小镇子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玩什么不好啊你 你玩打仗 你看看你自己是这块料吗 你上战场你不是找死吗你 阿玛 让您担惊受怕 这算说了句人话 可是阿玛 我在战场上没死成 真想让我死的那是老五他们 您不在京城 那连太后都知道要照应着我点 可是老五他们知道您不在 他们欺负我 他们哪是让我死 这简直就是不让您活 小镇子 你给我闭嘴 这件事情的来来去去我都知道了 你是一点理也没有 太后让你闭门思过 是为了保全你 也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 记住了啊 这件事情这就算了了 以后不许再提 阿玛 那那咱这仇呢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有的时候这退一步 倒未必不是一招 阿玛 您这回打西洋回来 怎么跟原来不一样啊 我这一趟出去啊 这洋务倒是没学到多少 我倒是借着刘洋 跳出了是非圈子 这一跳 有些事情倒是明白了不少啊 王爷 请问行是如何行哪 行不与人同行 出关两足云生 未看千锋土翠 踏翻古渡月明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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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许啊 你说我阿玛这是怎么了 这次回来 怎么一头扎进这和尚堆里了 贝勒 王爷这次出去 悟出了好些事啊 而今信佛 跟这有关吧 请问王爷如何住呢 住不与人同住 青山茅屋狭路 平前老鹤鸣峰 门外落花无树 我是阿玛 咱们这哪有鹤呀 我早就说过 咱这园子应该养点活物 可千万别养那鹤啊 都瘦成那样了 跟瘦多的委屈似的 咱要养就养狮子和虎 大小给弄来不咬人 可是能吓唬人哪 王爷如何卧呢 卧 卧不与人同卧 狗背何云包裹 孤风独肃无聊 明月梅花与我 好 这境界可真高啊 就是太高了 瞎掰 最露天地 这不是胡闹的吗 贝勒 王爷跟大师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呢 这是公案 考的是禅境高低 老头子原来就信这个 不过这次更邪乎了 贝勒 其实 这退归临下 不问世事的境界 正是我老徐现在的心愿 好 金墓地 一堂牛 四合院 石榴树 不是挺好的吗 好个屁 这就是你不懂事了 祸可都没让你担着 把你保下来 你就应该诚心诚意地做事 想退归临下 那可不成 还指望着你报恩哪 可不得了 哈哈哈哈 好 徐老爷 我们家王爷请您过去一下 知道了 老徐 快来快来 就等你这个笔杆子了 您有话说 我这篇文章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叫做必清励至 王爷您怎么想起这篇文章来了 天下人都知道 大清国由都而辅 由辅而现 都是王爷您的人哪 这文章这么一做 我的这篇文章啊 就是为了这个做的 这叫料敌积先 大清的六部 快被老五给破坏完了 这吏部 是最后一个来钱的道了 不能再让他给毁了 这叫自抄自驾 我看就用不着麻烦别人了 小镇子 你又是口无遮拦 多难听啊 什么自己朝自己的家 听着就不像话 阿玛 不过我不相信 这有用吗 你惹了那么大的祸 非其技是不能降至翻过来的 可是您这招 所谓画腐朽为神奇 必须得有这一招 这谁也想不到啊 不仅让他们想不到 而且像老五这种混蛋 我们还得捧着他说话 你们知道吗 太后 有调老五进军机的意思了 我就不明白了 这太后 干吗要把他弄得军机处去啊 这里的玄机 不简单哪 那您说说 我看看有什么玄机啊 老徐 你说呢 太后这招啊 是名声暗将 把老五留在军机处 是为了震慑众臣 让大家服服帖帖 乖乖的 别惹是生非 真要是把老五 再弄到哪儿管哪个步 我 我想他可能 试试给王爷撤肘 到时候还不够为他忙活呢 哦 感情是打今儿起 您就要正色立朝了 有什么不好吗 无趣 简直无趣到底了 这对咱们没什么好处 胡说 小镇子 没好处的事咱能干吗 你知道咱们爷俩 不一样的地方吗 那我是洋派 您是老派啊 你我的不同不在这儿 我是损人的事我干 可是有一些得立即 你呢 是不管立即不立即 只要损人的事你全干 早晚有一天 你得把你自己搭进去 得 您甭说了 老徐 还是赶紧写出来吧 得 我这也光顾跟你们说话了 赶紧的呀 我得走了 你会去吗 我得оче ホゴ B ブブブブブブitar 声音音音直转 喝声音音带 你看看 就是这儿 怎么样 风水宝地呀 四王爷 我是打算在这个地方 建一座新的产房 怎么了 前面那个宅子你觉得不好了 王爷 我最近入定之后 总是觉得眉宇之间金莹飞舞 我就手无足蹈啊 可扔绝胸中有郁闷之气呀 假如建这么一个戴天窗的产房 那就不会有玉姬之感了 老铁呀 你该不会是让我出血吧 除了王爷 哪里还能找到大施主啊 王爷 您这愿意捐多少 我都感恩不尽哪 老铁 你这个禅修得太贵了吧 好 不说了 我捐你五万两 不过 你可要帮我一件事情 施主请说 我这回要做 必清励志这篇文章 省得回头 老五再闹到你这儿来 你看看 谁可以下手啊 王爷 能下手的都在这儿 在这本小册子里 老铁呀 你到底是真神仙 还是假神仙呢 王爷 你以为我这半日禅在干嘛 想事啊 这凡事如过眼浮云 我是看得格外的真切 行了 别再说了 禅房里我再送你一套卧榻 那可是真正的老东西呀 谢谢王爷 这王爷这是干什么呢 我说王爷 我说王爷 瞧瞧啊 您这酒怎么帮烟里倒啊 对啊 就是啊 小子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真 酒入葬府啊 道人弥醉 酒过经脉啊 我总觉得这是最值最快的 哦 把这玩意儿 往烟里这么一闷 这不就是 入味快了点嘛 真有学 真有学 您瞧瞧啊 王爷就是王爷 吃哥玩乐 人都是拔猪头 对对对 别拼了 盯着点差事 是 王爷 差事 眼下的差事就是没事 什么事也没有 就是啊 不错 这么大的国家就没事 四王爷 四王爷 没事 是因为我把事都干了 四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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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啊 你可真行啊 听说最近是又选佛 是又做师啊 这日子可够安逸的 二哥 谁让你向着老五 合着跟我斗呢 老四啊 这可得怪小振子了 得了点事 就不让人家活了 老四啊 我可告诉你 这天下的饭 那得分着吃 是 霸着喜 不让人家吃 是 我是没得说 可是总得有人说话呀 说得好 说得真好 二哥 哎 我五弟呢 啊 咱们家老五呢 不是说他进了军机了吧 怎么不见人影啊 老五 哎 老五倒个蛋行 你说这军机处 文毒往来的 他闹得明白吗 哦 这样啊 太后 奴才给太后请安 起来吧 谢太后 怎么着 这不办差事 叫情也晚哪 太后 奴才冤哪 奴才冤死了 你又有什么冤了 我看你呀 花样真是层出不穷啊 太后 奴才的冤不是别的 太后 奴才进不了军机 您想啊 军机那是什么地方 文毒往来 奴才他不懂啊 是啊 不过 你要是不去军机 也说不过去呀 啊 这话奴才更不懂了 是啊 你现在在京城 可是包龙徒转世啊 奴才哪有那本事啊 哼 我说的也是啊 那包龙徒能断阴阳 包龙徒是读书出身 可就你这么快材料 把人家包龙徒的名声 全都糟蹋了 行了 所以你还是去军机处吧 我总说呀 你在 对我有坏处 可是对我也有好处 我说 小镇子出征的事儿 我可是恨死你了 太后 那事儿 您恨我 本来是件大好事 少不了以后的史记上 也会写上两笔 算是大清国这么多年 受洋人欺负的一个亮点 可是让你这么一闹 我能冤 还能修得起来吗 奴才懂了 你懂什么呀 奴才说懂了 就是更不懂了 太后奴才实在闹不明白 这弯弯肉带拐弯的事儿 奴才还是上军机处吧 去吧 要是我把你赶回去看灵 少不了落个迫害中粮的名声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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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弄 把他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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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这个 真酷 那样 让他生极惊 你说这你不忘了套 你说这 叶子 这混蛋老虎弄来 你说说 这真是啊 我跟你说我就搞不明白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真是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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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都不言语啊 这是背后议论我呢吧这是 五弟啊 你还真猜对了 这不大伙还真是都在说你呢 行啊 老四 放羊回来了 长了见识开了眼见 怎么心眼还那么小啊 别叼着我不放 我不就没成全你们家小镇子吗 他干那事搁乾隆爷那年 长十个脑袋不够砍大 这事你得认便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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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